欢迎大家收看世界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香港股市因房地产投注和中国市场干预而飙升至七周高点 腐败的重复 大多数日本人支持无政党 一名马来西亚女子因携带装满药丸的朋友的包备中国拘留 特朗普每天要支付8.7万美元的历史欺诈罚款利息 中国不应低估内资外流的影响 请大家收看 香港股市因房地产投注和中国市场干预而飙升至七周高点 南华早报 香港股市在政府可能取消更多限制 以帮助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的猜测中上涨至七周高点 中国还承诺改善政策透明度 国有基金增加了干预 恒生指数上涨2.8%至16707.73点 为1月2日以来的最高水平 恒生地产指数也上涨3.2% 达到一个多月来的最高水平 汇丰银行将发布其财报 股价上涨1.1%至63.35港元 其子公司恒生银行股价上涨3.1%至84.40港元 腐败的重复 大多数日本人支持无政党 南华早报 根据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 超过一半的日本公民不支持任何政党 分析人士认为 这即凸显了公众对持续不断的腐败丑闻的厌恶 也表明了他们对于带来改变的无力感 这项由日本新闻网络电视台和独卖新闻报纸进行的调查发现 52%的受访者不支持任何政党 比上个月上升了4个百分点 执政的自由民主党LDP只有24%的支持率 是自2012年重新上台以来的最低水平 一名马来西亚女子因携带装满药丸的朋友的包被中国拘留 南华早报 一名马来西亚女子在同意帮朋友带行李通过机场安检后 在中国被拘留了一个月 行李被发现装有大量中药丸 但没有毒品 尽管如此 这名女子还是被拘留以进行进一步调查 在被释放之前 她无法与家人或朋友联系 这给她的生育核心理造成了压力和损害 此事件引发了对旅行者的警告 不要为他人携带物品 即使是朋友也不行 这名女子正在考虑对行李的主人提起诉讼 特朗普每天要支付8.7万美元的历史欺诈罚款利息 南华早报 上周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一起欺诈案中被判处5亿美元的法律罚款 此外还需要支付额外的87500美元利息 利息将以每年9%的速度继续增加 直到特朗普偿还罚款和利息为止 这一毁灭性的判决认定 特朗普及其前特朗普组织高管在与金融机构的交易中谎报自己的禁止 从而犯下了欺诈行为 特朗普需要在3月中旬之前将总金额存入法院控制的账户或提供担保 中国不应低估内资外流的影响 日经亚洲 根据国际收支数据 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已经下降了80% 达到了类似天安门事件后的水平 中国经济 特别是房地产行业的需求不足 是导致这一下降的原因之一 尽管如此 中国政府行动迟缓 推行有利于国有企业并打压私营部门的政策 美国也很可能继续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这将使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 此外 北京的反间谍计划和对研究公司的打压 也进一步阻碍了投资者 中国的海岸警卫队在台湾引发了恐慌 这只是北京计划的一部分 CNN 3月16日 一艘台湾游船惊吓 被两艘中国海警船拦截 六名中国官员检查了船只的航线 证书和船员执照 此前 这类旅游团为台湾游客提供了 在没有边境检查的情况下 观赏中国海岸线的机会 但现在中国海警正在该地区加强巡逻 此前 两名中国渔民在上周台湾海警追捕期间 他们的快艇翻尘导致溺亡 中国指责台湾执政的民进党DPP造成了这些死亡 而台湾则指责北京在该水域扩大了其存在 牛肉贸易对巴西关键生态系统构成风险活动人士 BBC 一些全球最大的肉类加工商的牛肉生产 与巴西塞拉多地区的非法砍伐森林有关 环境和人权慈善组织全球见证的调查发现 供应肉类加工商JBS Minerva和Marfrig的农场中 近一半的农场已经砍伐了塞拉多地区的森林 塞拉多地区是一个重要的碳储存地 也是全球物种的5%的家园 调查还发现42%的位于塞拉多地区的农场经历了森林砍伐 即将出台的欧盟法律已减少从砍伐森林土地进口的产品 但并不包括大部分塞拉多地区 星期三的时间安排 美联社 2月21日将有各种体育赛事举行 在NHL中 布法罗将对阵蒙特利尔 费城将迎战芝加哥 波士顿将对阵埃德蒙顿 哥伦布将对阵安娜海姆 多伦多将迎战亚利桑那 在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中 盐湖城皇家将对阵迈阿密国际足球俱乐部 在PWHL中 蒙特利尔将对阵纽约 莫泰华将迎战波士顿 在男子大学篮球比赛中 马凯特将对阵德保罗 杜克将迎战迈阿密 伊利诺伊将对阵宾夕法尼亚州 阿拉巴马将迎战佛罗里达 戴顿将对阵乔治梅森 肯塔基将迎战路易斯安娜州 科罗拉多州立将对阵西墨西哥 在女子大学篮球比赛中 德克萨斯将迎战德克萨斯理工 堪萨斯州立将对阵西弗吉尼亚 贝勒将迎战堪萨斯 印度尼西亚顶级P2P平台崩溃 引发零售借贷者的恐慌 日经亚洲 专家表示 最近印度尼西亚P2P借贷行业的危机 导致了几家知名公司的倒闭 这可能会使个人借贷者离开该平台 只剩下机构投资者运营 零售借贷者占P2P借贷行业的92.5% 但仅贡献了总融资的11.75% 包括银行和保险公司在内的机构投资者 提供了其余部分 尽管印度尼西亚的监管机构 已经限制了利率以保护借款人 但目前还没有相关法规来保护零售借贷者 市场专家表示 P2P借贷平台必须展示强大的信用评分 以便借贷者可以做出明智的投资选择 从而为更安全的P2P借贷环境做出贡献 香港人口增至750万 连续第二年出现疫情后的增长 雅虎 2023年 香港的人口增长了0.4% 达到750万人 这是自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二年增长 在经历了三年严格的COVID-19措施和政治动荡后 香港正努力恢复经济和国际吸引力 政府将人口增长归因于回流居民和居住计划的人员 以及通过各种计划接纳的内地和海外人士 与此同时 由于出生率创纪录的下降和COVID-19死亡人数 中国的人口在2023年连续第二年下降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各领域的新闻 首先 香港股市因房地产行业的放宽限制和中国市场的干预而飙升至七周高点 这是一个好消息 显示出市场对房地产行业的乐观情绪和中国政府改善政策透明度的承诺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日本政治的现状 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日本公民不支持任何政党 这反映出公众对持续腐败丑闻的厌恶和对带来改变的无力感 这应该是一个警醒 政府应该严肃对待腐败问题 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治理 我们还讨论了一名马来西亚女子在中国被拘留的事件 因为她帮朋友带了一个装满中药丸的包 这个事件提醒我们 即使是帮助朋友 也要小心检查行李 以免遭遇类似的困境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特朗普被判罚款的消息 他每天要支付8.7万美元的历史欺诈罚款利息 这个数字很大 但对于特朗普来说应该不成问题 不过 这也是对他欺诈行为的警告 提醒他和其他人不能以不诚实的方式获取财富 我们接下来谈到了中国外资流出的问题 外商直接投资已经下降了80% 这对中国经济和房地产行业带来了风险 中国政府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推行有利于私营部门的政策 吸引外国投资者 最后 我们谈到了中国海岸警卫队 在台湾的行动引发的恐慌 这只是中国计划的一部分 这个问题引起了区域的关注 台湾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需要得到解决 总而言之 今天的新闻涉及到了各个领域的问题 从股市到政治 从国际关系到环境保护 这些新闻提醒我们 世界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地方 我们应该保持关注 并思考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新闻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订阅各种简报